新冠肺炎疫苗陆续开打 台湾目前施打的疫苗种类有AZ及莫德纳 不久后还有BNT 但都是主批到货数量不充足 台北市长柯文哲主张医护人员 紧速接种第二剂疫苗 且可以混打 让防疫更为激动灵活 如果疫苗够的话 很多我们现在讨论问题都不是问题的 不过我们目前台湾打疫苗 AZ跟莫德纳 将来还有BNT 在数量还不够的时候都是一阵一阵 所以混打会让我们有更高的机动性 比较灵活 那当然WHO他也不是说不可以 他只是说没有实证的证据 证明没有大规模像三期临床试验 做了几万人来证明 但是如果只有测抗体的话 混打效果比较好 那混打是这样 要AZ先打再打莫德纳可以 两个倒过来 效果没有比较好 所以一般是AZ再打莫德纳 这是有论文 但是他这个只有 到几百个 没有到那个什么 三期临床试验 几万个 还有点测抗体跟 跟那个是不是真的有保护效果 两个不一定相等 所以正确的讲法是这样 WHO专家是说 混打目前没有 不是叫recommendation 不是叫推荐打法 但是他也没有说 我那个不可以 所以正确说完应该是这样 柯文哲指出 民众对于施打疫苗种类 可能会有偏好 但疫苗常常是 这周莫德纳全部施打完 下周就只剩AZ疫苗 并不是两种同时并存 所以时间到该打还是要打 混打是不得已的选择 只能以加速建立防护网为方针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